在漫画中,蜘蛛夫人拥有全宇宙最强的预知能力 不过我们完全不需要任何一点预知能力 就能知道找摩比斯的编剧来写这部电影 会引领到多么可怕的绝望 啊,没有错 另外一个明明没有蜘蛛人非常难运作的故事 却硬是要在没有蜘蛛人的情况下拍出来 而且跟漫画之中的设定大相径庭 能够有多么刷仙三观 能够有多么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这次似乎有点转机了 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有蜘蛛人 且让我娓娓道来 防护衣多吃几片点片 一起来迎接这一盘顶级美专加油 立方看蓝片 啊,蜘蛛夫人 没有错,把漫画之中 年迈角色变成辣妈的潮流 从Mation传到蜘蛛夫人上了 大家想象一个好几百岁的先知 先想到的就是格雷的50道阴影女主角对吧 电影中Dakota Johnson饰演Cassandra Cain 一名彻底厌世的纽约救护人员 但是在一次落水意外之后 她发现自己获得了预知未来危机的能力 更是被转进一个邪恶超能力者的阴谋中 而且这个超能力者这点非常重要 刚好在女主角她妈妈死去的时候 在她身边 当时在亚马逊丛林研究蜘蛛 这一点非常重要 千万要记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 反正就是这部电影 想要让我们相信这句话的重要性 总之光是这亚马逊第一场戏 就足以写一篇完整的看烂片了 在亚马逊丛林深处 Cassandra的妈妈正在寻找传说之中的蜘蛛 她的毒蜘有可能治百病 而在她身旁的护卫 Ezekiel马上就端出当地的传说 在树林之间摆荡的神奇原住民 而他们的能力就是来自蜘蛛 但是妈妈马上忽略这个传说 显然能够治百病的毒蜘比较可现对吧 而这一整段都充满各种令人晕眩的手持运镜 好似需要模仿纪录片的不断拉近拉远 完全看不出意义何在 而在找到蜘蛛之后 Ezekiel当然是露出本性 持枪威胁Cassandra的妈妈 但是她完全没有说 死死抓着装蜘蛛的罐子 Ezekiel就这样秀赏她 也同时围及到肚子里的婴儿 谢天谢地 神秘的蜘蛛人原住民竟然是真的 他们非但没有对这个亲门踏户 抓取神圣蜘蛛的外来者有任何敌意 竟然还把她带回去让蜘蛛咬她一口 还操绝一口流利的英文 而最后只有小孩得救 时间来到2003 Cassandra因为以为自己的母亲放弃她 而长成一个厌世的纽约女性 尽管对其他人类没什么好感 她竟然选择当个救护人员 这就让我们总算回到开头 吸引各位的主题 你知道这部电影跟蜘蛛人 有多大的关联吗 Cassandra的搭档名叫Ben Ben Parker 哦 是不是耳朵都翘起来了 而这位Ben Parker的弟弟 叫Richard Parker 弟媳Mary身怀六甲 最近刚好要生小孩 没有错 你没有听错 蜘蛛夫人就是蜘蛛人 Peter Parker班叔叔的好搭档 而且她在电影中 还说了这么一句神台词 Ben最近要当叔叔了 有所有的乐趣 却不用负担任何责任 哎呀 哎呀 这难道就是大家所说的 气科夫的枪吗 难道就是大家说 好故事之中必须要有的暗示吗 难道就是高端的戏剧性讽刺吗 也就是说我们观众知道 Ben Parker往后必须为这个小朋友 负起责任 但是角色们不知道 好了 不跟你们摸比斯了 认真来说 Mary和Ben虽然都找了两位 还算小有名气的演员来演 在电影中的戏份 真的是除了服务粉丝之外 毫无作用 甚至没有真的服务到粉丝 除了电影中 也好几次要我们去猜 这个婴儿人的名字 角色也有好几度看似 差点说出口 但都没有说出来 既然全世界都知道你想干嘛 那这样遮遮掩掩掩 究竟有什么意义 讲出来 整部电影过后 我们完全没有更了解 两个人的个性 更不知道他到底想铺成什么 甚至不确定是哪一个版本的蜘蛛人 因为这部电影是发生在2003 2003 Peter Parker出生 那就代表这是Tom Holland版的蜘蛛人 哦 那还真是惨烈 在蜘蛛人无家日最后被遗忘之后 就这样回到烂到有剩的索尼宇宙了吗 让我们再次回到故事本身 老实说前半小时都还算能看 甚至称得上有趣 女主角虽然是个救护人员 但是似乎不把助人当作快乐之本 在白名女子送到医院之后 收到小朋友的感谢画作 却一脸尴尬 在帮另外几个女孩脱离 反派魔爪之后 似乎也急着摆脱他们 这个就是真正的角色缺陷 真正引人入胜的矛盾 既然帮助人似乎让Cassandra这么不舒服 为什么她还是选择成为救护人员 她究竟是在害怕什么 在逃避什么 而更惊人的是 Dakota Johnson的魅力差点只手 撑起整部电影的可看性 也能感受她起初 真的非常认真看待这个剧本 我要强调是起初 像魔术师一样无中生有 让人能体会到Cassandra的射恐 以及今年累月建立起的防护罩 包护着她波涛汹涌的内心 故事也竟然不是要防止世界毁灭 而是要拯救三个女孩 连Cassandra预知能力的拍摄方式 也能让观众确实感受到她的困惑 看到同样的事物重复发生 但是做出些许不同的决定而改变结果 几乎有一种 今天暂时停止的时间轮回感受 而其中一段Cassandra明明看到未来的不幸 却没有尽全力去改变而遭致悲剧性后果 也远胜任何过去几年索尼电影 能造就的情感震撼 甚至可以说是胜过最近几年多数漫威电影 说真的 这个前30分钟虽然有点廉价感 也还是有些许尴尬声音的台词 不过至少还能说是一种 偷鼻蜘蛛人结合绝命终结战的怀旧感 哎呀 不幸的是 反派一旦出现 整部电影就分崩离析 这部电影中的反派Ezekiel 每次出现在荧幕上 都让人感受到全然的尴尬 我现在可是要以频道创立9年来 没有错过任何一部漫画改编电影的经验告诉你 这演员的演技 真的是在好莱坞大片之中难得一见的烂 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演技 也算是一种天赋了吧 每一句话都说得过于用力 仿佛想要把每个字都清楚地咬出来 呈现出的效果却反而更像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路人 想要模仿某个卡通反派 却模仿得很失败 更别提其中多次出现的事后露营 不仅声音听起来跟其他几句话明显不同 有时候连嘴型都对不上 堪称不可思议 而这个反派动机更是从头到尾显得非常可悲 唯一的动机应该说是借口 就是我从小家境困苦 不像你有这么多选择 而我们更是看到他在梦境中 遇见了三个青少女未来会获得蜘蛛能力 联手击败他 因而选择先下手围墙 哦对 因为几个少女在未来可能会因为你的恶行而对付你 所以先把他们弄掉再说 可真是个令人忍不住同情的反派秀顶你说对吧 不仅仅是动机问题而已 Ezekiel还超爱不断发牢骚抱怨 其中一段他把一名女子勾引回家 噩梦醒来之后就一直说自己不断做同样的梦 天天看到自己的死期有多痛苦 他绝对不会让几个少女夺走他多年建立的一切诸如此类 同一个点讲好几次 不仅是没人需要的解释性对话 更让这个反派每次张开嘴都显得更可悲 那好 Ezekiel到底要怎么找到这几个少女呢 这还不简单 他勾引的女人正好是NSA员工 于是Ezekiel就用他的蜘蛛独一来威胁对方 要他收出全面监测系统的密码 我是不怀疑美国有这种全面监测系统啊 但是他一拿到密码之后 就马上找到个骇客在自己家里建立这个系统 像是一个私人的阿福 用来找那几名少女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如果真的能够那么轻易进入NSA系统 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出来套密码 直接找上那个骇客骇入系统不就好了 总之某一晚这三名少女 就这么碰巧地搭上火车的同一个车厢 Cassandra也就这么碰巧地在那里 我这里就不探究这种巧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反正就是蜘蛛人之间有神秘的吸引力 Cassandra在车厢上 开始不断看到三个女孩被Ezekiel谋杀的预像 就把他们三人拉出火车 结果是Ezekiel穿上蜘蛛装 直接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击几人 你能够想象他的能力 这是少了蜘蛛丝的蜘蛛人 只能在都市里面辛苦地又爬又跳 让我们姑且先不提 这个根本像是X片会出现的超廉价蜘蛛人 或是蜘蛛装是否要等到 Peter Parker第一次成为蜘蛛人 才会设计这种造型这种小事 重点是逃出之后 警察通气的反而是Cassandra 几个人说什么只有他们才看得到Ezekiel 这还勉强说得过去 但是在后半段 其他人也明显看得到Ezekiel 所以到底是怎样 大概就是从这里 我察觉到原本还很认真的Dakota Johnson 就展现出心已死的态度了 你可以明显看得到他眼里的光 直接离开地球表面 消失的速度跟索尼骨架 在这部电影上映当天掉的一样快 真的 怎么在这 原来我其实还没去看蜘蛛夫人 这一次都只是一个恐怖的预兆 我还安逸的赖在超舒服的床上 世界仍然是美好的 不然就是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美好的片刻 是时候开箱 我已经收到的德国M-R床垫 试睡两个多月的心得了 几年前 我看过一个40岁的人 跟20岁的自己影片说过 人生有三件物品绝对不能省 沙发 鞋子 和床垫 灯一烙了 你的身体会感谢你 我上个买的床垫是乳胶记忆床垫 所以这次试用欧洲销量第一的德国床垫品牌 M-R 一开始确实是有一个短短的适应期 因为它刚开始呢 比我以前习惯的更硬挺一点 但大概第二周就有明显感受到身体有被支撑到的食指差别 也鲜少腰酸背筒还有脖子 原因就是因为 M-R床垫有个独立筒加记忆棉的五层混合设计黑科技 在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街获奖无数 让你有类似传统弹簧床偏硬的睡感 让你侧躺时脊椎还是直的 同时又有那种记忆棉让身体稍微沉下去的包覆感 也不会被另外一半翻身给弄醒 拆开床套马上就能看到第二层 还有ErgoCell专利的开孔袖剂 能够自动调节床垫表层温度以及湿度 再配上一对专利两感的黑钻石记忆棉 哦!还有三层记忆棉可以自由调节高度 连我这种超怕热的人 冷气不用开到极洞也不会半夜浑身是汗的被热醒 虽然没有床垫结构本身那么重要 但Emma还是有提供好几个非常贴心的小袖剂 升级我们的生活品质 像是最外层的透气床套可以直接拆下来丢洗衣机洗 或者是床垫两侧还有手把方便 你有一个湿力点来办运 比较怕过敏弄脏床的人 也可以像我这样额外加购一幅 防尘保洁垫 防水防满减少89.3%沉满 家里小朋友大朋友弄湿床单也可以一样直接丢洗衣机洗 觉得我讲的太省了吗 自己来体验吧 Emma提供200天免费试税不满意全額退款 再加上全排免运费倒服安装 还给你10年保固 就算是他们对自家品质最高现任指标 这阵子官方也已经开始推行限时三八女王节活动 取得独家Emma三八女王节优惠 床垫组合最低折万元 不只这样而已哦 这一次Emma床垫还有给我DSSUB10可以搭配官网的折扣活动一起使用 现在只要到影片说明栏点净连结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Emma官网全品项额外再多给你9折 完全不像金额欲品相 啊好了睡饱了 窗饱店了 让我们赶快回到这一圈三发蜘蛛女吧 总之Cassandra把几个少女带到森林之中避难 到了之后又毫无缘故的抛下他们表示自己要离开去调查一些事 而且这些少女当然都是犯蠢跑去附近餐厅 还直接在餐桌上跳舞 好像几个小时前都没有一个超能力者追杀他们一样 但你不能怪他们 导演这样的安排是要表示小甜甜的歌实在是太洗脑了 结果Ezekiel当然是马上跑来找他们麻烦 好在Cassandra直接开车撞上去 没有错用车撞 用车撞运一个有蜘蛛能力的人 这还不是唯一一次用这一招 这还不够 Cassandra为了找到对付Ezekiel的方式 就暂时把少女交给Ben照顾 啊你一开始留他们在森林干嘛 自己则是从母亲的日记中 用超越柯南的洞察能力就轻易推敲出 自己以及Ezekiel的神秘能力 都是来自秘鲁亚马逊森林的某个蜘蛛 于是你猜怎么着 一个一生都是都市女孩的人 就自己直接飞去亚马逊热带雨林深处 对他还穿着无锈蹄 完全没有打任何疫苗 好似亚马逊不是全世界对人类最危险的地方一样 殊不知他没有被热带雨林的任何一个生物 毒死或咬死 就这样比他老妈还容易的找到 当初帮母亲接生的神秘蜘蛛人原住民长老 我再次强调这长老英文还超标准 讲得比Ezekiel还要好 而这个长老的职责 就是给人闪回解释性对话 我说的闪是真的很闪 这些闪回片段充满波西米亚狂想曲 那种快速疯狂简洁 还有各种很有可能引发癫痫的闪光 还没有看到蜘蛛夫人最后怎么眼盲 我认真都觉得亏要得青光眼了 还没完准备好 一句旷世经典名言要来了 此时Cassandra虽然已经发现母亲是爱自己的 她仍在质疑自己单靠心灵能力 需要怎么对抗Ezekiel的身强体壮 长老回答 你必须要负起责任 当你负起重大的责任 强大能力就会随之而来 认真 当你负起重大的责任 强大的能力就会随之而来 你要这样糟蹋蜘蛛人名言 Stanley的棺材板不只是要压不住了 他的棺材板根本需要直接变成一个喷射导弹 直接瞄准写出这东西的人了 更何况这个说辞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 这位原住民非常解释性的说 Cassandra在开发能力之后 可以同时身处好几处 这又对于击败能够肥炎走壁 又有怪力的Ezekiel有什么帮助 即使你会以为Cassandra 可能会想出什么精明的计划 让自己同时身处多处来 执行某个巧妙的陷阱来解决Ezekiel 但是没有就我马上就会提 画面回到美国 Mary羊水破了 于是Ben赶紧动身送她去医院 但是几个女孩也跟着一起去 这整件事的重点 不就是不要让他们出门 被任何监视器拍到吗 跟着Ben一起出门 怎么会比待在家里安全 即使真的待在Ben身边 她又能干嘛 班淑最知名的一点 就是她很容易死 到底为什么会跟她一起出门 果然三个女生马上被Ezekiel拦截 差点害死Ben和Mary 好在Cassandra这时刚好回到美国 拦截在半路袭击女孩们的Ezekiel 你猜她怎么对付对方 没有错 这是再次用车撞 之后几人来到烟火工厂 随便点燃烟火之后逃到屋顶 这时蜘蛛夫人已经解锁了 凯吉哥关键下一秒的预测力量 大家都不想演了 明显半吊子的边跑 便喊着漫威的出戏式游魔 例如在Cassie预测烟火爆炸的时候说 哇你现在真的是在炫耀了 或者是用比不上老师上课点名的热情程度 呼喊着彼此的名字 最后几个女孩因为各种爆炸 而挂在半空中 命神一线 这时Cassandra发挥了少年漫画的招牌 打到一半突然能力觉醒 突然能动用她分身能力去救几个女孩 还有你们自己去听 这边背景音乐的转折 比那些抖音简接还要突兀 然后Ezekiel就被看板压死了 没有错 能够举起好几顿的蜘蛛人能力者 就这样被一块招牌压死 这整部电影没有真正的动作场面 但又称不上是惊悚虐杀片 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的让人感到害怕的 反派的可悲就先不说 她的蜘蛛服装也越看越好笑 还可以看到演员突出的小腹 最后Cassandra还是不小心落水 结果就这样被碎片非常硬要的砸中 没有头颅线下去 就只是失明也半生不随 在这部电影各种过分闪光之后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要失明了 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失明对这个角色没有任何差异 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新的认识或挑战 只是硬要符合漫画设定而已 最后我们要看到她预知未来的画面 蜘蛛夫人和三个蜘蛛女并肩作战 没有错 大家来看的预告片帅气画面 都只有出现在梦见和预兆中 就跟惊奇蜘蛛人的犀牛人一样 我们从头到尾都被骗了 而且有人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最后蜘蛛夫人戴的大眼罩 就跟格雷的50道阴影一模一样 最好笑的是 Dakota Johnson以及这部电影的其他演员 当初似乎都以为自己是加入漫威宇宙 而不是索尼奇怪的没有蜘蛛人的蜘蛛宇宙 当Dakota Johnson宣布加入这个计划时 他还在IG上tag Marvel 与此同时 他也承认自己没有看过任何新的小蜘蛛电影 当这部电影预告首次推出时 Dakota Johnson也突然跟他经纪公司解约 你大概可以想象他跟先前经纪人对话大概是这样 我加入这个漫画电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说他是漫威宇宙 是啊不然突音出现在摩比斯片尾画面干嘛 我们直至今日还是不知道 最近他跑宣传的时候 还发挥他招牌的诚实 无论到哪里都对这部电影使出刺猿切割刀 明显不想要任何人记得他演过这部电影 或者是出现在周六夜现场形容这部电影像是 有点像Michael King当初承认自己只是为钱拍电影的时候 不过尽管幕后有这么多混乱 Dakota Johnson仍是这部电影最好的一部分 就是他的真诚以及个人魅力 让这部电影免于成为彻底的灾难 但是随着蜘蛛夫人从一个荒谬的剧情转到下一个荒谬的剧情 我们都能看到他眼中的灵魂消失 也能看得出他终于意会到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下水到成年堆积物之中 而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会有所准备 而你知道未来最棒的一部分是什么吗? 它还没发生 原来它是在警告我们猎人克莱文以及《猛毒3》即将带来的恐怖 你知道这部电影最荒谬的部分是什么吗? 要不要看一下编剧双人组之前写过哪些电影? 我... 到底是哪一个天才一直给他们工作的? 我... 我要别想让你聪明 我打开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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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